窦见德怎么也想不明白,坐拥十万大军的他,顷刻之间就被扶成了阶下囚,还得听着这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放狠话,窦见德说话也贼实在,天下逐鹿,我自己不去洛阳,等着有一天你上我家门口吗? 当然,在几天之前,窦见德的优势还是很大的,李世民为了钓鱼,甚至带着御师静德来到黄河北岸放马 李老二是个抢救人,他表示兄弟们长途温习,也该洗洗澡了 结果李世民手一抬,你说的有道理啊,但是你不能急,你得给他们警戒,让坏小子们洗个澡吧 好吧 换一小子们是起得开心了,一扭头,李世民也做出了部署,留下一千匹马和五个人 果不其然,看到李世民不知廉耻的野狱行为的窦见德,再也忍不了了 第二天,天将蒙蒙亮,窦见德十万大天全部出动 咱们在这里简要来说一下,剧中提及窦见德连战连结打的是谁 王世冲被围了几个月,咋不来救你 在洛阳被围之际,窦见德就已经兴兵开拔 路上路过宇宙中心,山东合泽曹县 这就让人称宋义王的孟海公不爽了 带着三万人跟窦见德打了几个月 虽然窦见德是连战连结,还吃了曹县王孟海公的三万人 可毕竟几个月没休息了 到了虎牢关,窦见德想法被李二凤敏据的抓住了 他想诉说,整整一个月小摩擦不断 双方人马也都是屎克郎打喷嚏,满嘴臭气,疯狂打嘴杖 李世民把窦见德斗得急不可耐的时候 这才有了北岸木马调窦见德上钩 窦见德想什么,你李世民是不是断粮了 都让战马冒着危险跑黄河北岸吃草 那还行思啥了,坏小子们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 当年,吕布就在此地成名 此战上,史书上记载 下使太祖本纪,太祖与虎牢关大街 勤李世民平往始冲 在虎牢关下,锣鼓全天,鞭炮齐鸣 狭长的地形让杜靖德的十余万军马来不及展开 历史上最著名的败军之阵,一字城市阵 而李世民的兵马整个带低,养军蓄锐 这些穿着漆黑铠甲的骑兵,漠然不作声 人马巨甲,这只恐怖的重骑兵 跟他们的秦王一样,注定在在虎牢关为华夏古代战争时 书写上一个新的神话 虎牢关大街,在一次城折镇中 李世民发现了杜靖德的中军空虚 做出了极其优秀的调入 部队分成小谷,左右前后分别呼吸 经过一番恶战,称霸河南的杜靖德落荒而逃 李世民纵马狂追,一路上斩首数千人 最终逼得一带枭雄,落马被扶 而就在李世民料理杜靖德的时候 十七岁的李元吉也终于品尝到了权力的滋味 这个正在开会的人就是年仅十七岁的大唐齐王李元吉 此刻,他正在完成老哥给他的任务 围困王世冲 该说不说呀 王世冲作为随末封烟散去前最后的几位枭雄 能力还是很强的 在洛阳孤立无援的情况下 依旧是能坚守孤城 就面对这么一座围着就行的孤城 齐王殿下依旧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 他张嘴就开始玩我们来找茬的游戏 张嘴就是排兵步阵 闭嘴就是开挖地道 总而言之一句话 像极了空降而来的领导 来了还得补上一句 你要加紧脚步 不但城南要挖 城北也要挖 给我到处挖 用现代语言翻译一下 你没有情况要加班 有情况也要加班 总之有事没事 你都得给我在公司待着 开完了会 李老三赶走了仲将 一个人坐在大山的位置上感受着 他十七岁的灵魂 第一次感觉到了真正的活着 也知道那种感觉名为 权力 权力 有权真好啊 此刻一个大胆的想法 涌上了他的心头 那个位置 我是不是也可以坐一坐 李老三年少轻狂的心 汹涌燃烧的时候 李世民和窦健德 却迎来了一场双王会面 出身贫苦的窦健德 出身豪门巨拨的李世民 两个人 一个背后是释迦门阀 一个是面朝黄土 背朝天的穷百姓 这时李世民抛出了一个问题 你不好好在家种地 造什么反 已然轮为接下球的窦健德 不恼怒 笑了一声 随诺造反的 何之我一人 就说你们老李家 风张大力 不一样也反 我们没有造反 我们拥戴杨幼 哈哈哈哈 你可真是老太太三被窝 把爷爷我整笑了 天下人都知道 你们李家是造反 窦健德灌了一口酒 当官的造反是为了什么 雄徒霸业吗 我当初造反是为了活下去 你知道吗 老百姓饭都吃不起 还要不去争云入伍 去苦寒之地远征 还要挖什么运河 一路上到处都是死人呢 你们当官的觉得 实质大汉 赤地千里 百姓一子而食 只是一句话 可落在我们肩上 那就是一条条鲜活的命了 李世民的脸上没有表情 只听见窦健德 声音悠悠传来 不过我既然败给了你 现在也没什么可说的了 好 你如果让河北人心 龟顺大唐 我免你一死 窦健德一愣 嘿哟 你要聊这个 我老豆可就一点都不困了 到这儿 李世民又打听起了魏征的消息 老豆表示 不到我 可能是回河北了吧 李世民怎么也不会想到 就魏征这个酱脾气 居然跑了长安 给他老哥太子李建成当幕僚去了 那就让我们来到李堂最高城 看看李世民一战齐双绑最高兴的是谁 长安宫确立 老头子李渊刚刚跟宠妃赵节瑜切磋了一番武功 热汗淋漓的时候 赵节瑜就在耳旁吹风了 老头子 我这功夫进步了吧 你高兴坏了吧 老李流着满脸的汗 嘴角还带着笑 嘿哟 你这个小狐狸精咋知道的 赵节瑜巧谋叛戏地表示 哎呀 我只是觉得陛下你今晚上战斗力惊人 肯定是有什么不得了的好消息 李渊日日跟赵节瑜倾囊相授 属于是冰雪聪明了 李渊也不藏着掖着 洛阳拿下啦 老李那一闭眼就能听见王史冲的声音 邹剑德在那笼子里了 才成名投降 这可给李渊开心坏了 王史冲是啥鸟 他可太了解了 能把邹剑德给擒住 属于是秦始皇摸着电线吃花椒 赢得麻中麻了 这下我可真得去数宝贝了 赵节瑜正开心着呢 补课老师李渊就体力不知先睡着了 赵节瑜不懈地哼了一声 看样子他还想再补习一下知识 等第二天 李渊就把自己的好记友 心腹大差 陪记召唤了过来 这两只老狐狸刚见面就开始笑起来 李渊叫住了裴基 抛出了灵魂问题 眼下中原已定天下可图 入主天下总得美化一下 被陷害起兵 那听着多弱小无助 且可怜呢 裴基表示 我不接这个锅 当初我就是叫公理给陛下玩玩 没想到 你是真跟他们一起学弯语 劝陛下起兵的 应该是秦王吧 这话说完 李渊表情一宁 玄机又说道 如果没有你 我会寂寞的 此刻李渊担心啥 裴基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 陛下是在考虑秦王的功劳 这一战秦双王 入主中原是天大的功劳 应该如何赏赐他们呢 裴基跑过直言 按照惯例 给钱给十亿 我要是 李二郎为太子呢 裴基作为铁杆里人的亲父 也吓了一跳 费力储君可是天大的事 老李你可别冲动 咱掰扯掰扯 秦王他就一戒五赴 除了能打 他能处理政务吗 天下打下来了 不还是得治理吗 陛下啊 今后才是太子 战略才能的时候 李渊文言 轻笑了一声 那天下既定 功臣集团该怎么办呢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关注 东乐剧院 我们下期再见